花蓮石雕藝術營人才培訓 從104年開始已經培育有37位新生代投入石雕藝術 而2022花蓮石雕藝術營人才培訓 在16號起一連展開6天 這次招募了10位 具有石雕創作或者是設計背景的在學 還有業界愛好者 在暑假期間要共同研修 開啟石雕創作的新玉琳 在花蓮會有看很多作品 也有些感想 所以想說來這邊深入一點來看 看這個石雕產業在花蓮的一個狀況 這是一個心態 另外一個心態就是我自己 也很想試試看 我的建築的這樣的訓練 可不可以幫助做一些或做一些東西出來 本身是做金工手勢創作 我是從研究手勢開始進行創作的 然後為什麼我本身是做手勢 然後過來報名食材呢 是因為我覺得手勢 手勢上面的寶石跟金屬 跟食材一樣同樣都是礦物 所以我想要嘗試一下 十位來自不同年齡和背景的男女學員 分成藝術創作和應用設計組 將在暑假共同研修石雕的創作魅力 花蓮文化局推動文化創意產業計劃 自104年起以培育37位新生代投入石雕藝術 第六屆2022花蓮石雕藝營人才培訓 16日起開課 為期六天從六個面上課題 帶領十位學員交流與精進技能 這次的課程其實是幫大家開個研究 或是打開集散文集散窗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主要的目的是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我們可能會希望說 實際一點 因為可能我們說要辦展覽 然後我那時候就提出來說 因為我是現在一樣在做我們創產業的體驗 其實大家需要一個公路 就是怎麼讓真的有可能去掏錢 或者是說去全品的這些公路 去看到各位 去看到進入這個業界的創作權 那所以我會希望說最後的 這一次的課程最後會是一種名格會 讓大家可以看見 升級版的石雕藝術 也因特別規劃六個面向課題 邀請十位講師傳授分享 從食材選料 品牌設計到行銷宣傳等 提升藝術創作的視野與高度 花蓮文化局表示 活動最後將於10月舉辦成果媒合會 期盼開啟石雕創作大道 活絡石雕產業的交流與互動 記者蔣幫彥吉安相報導 至少 好